咱们有叉烧吗 叉烧不能卖 不卖是吧 鱼皮你们吃过不辣 Let's go 这家店据说特别有名 什么 我要鱼皮 就一种是吧 对 主食有什么 没有面是吧 没有 来一亭仔粥 来一成分 您知道这附近哪有卖蔬菜的地方 蔬菜 你要买什么 我要生的大蒜 蒜头吗 对 蒜头 你是百宽人啊 啊 是不是百宽的 是不是什么 北方人 我是对 我是北方人 没错 东北的还是你这样 我不是东北的 出来的鱼啊 出来工作 特别小 谢谢 老姐 我又喝上了亭仔粥 就很棒 亭仔粥 为什么要叫亭仔粥 我就不解释了 懂得都懂 核心产品的鱼皮 这个我不知道敏感肌能不能吃 肠粉 这个肠粉好像没有内容 这没有肉啊 咱们有叉烧吗 叉烧不能卖 不卖是吧 就这里面加了一点点 我要想吃肉的话有什么可点 猪脚 好 猪脚啊 来个猪脚 猪脚钢 谢谢 你还拍什么啊 我在拍我啊 自拍啊 阿姨猪脚浆粤怎么说 姜醋是吧 先吃鱼皮吧 油炸小花生 还可以 我估计鱼皮敏感肌肯定是可以吃啊 因为吃啥补啥嘛 对不对 这东西我是真没吃过 这鱼皮的口感其实挺好吃的 但是这味儿 是不是吃一碗 我给你加工一点 辣椒饺 阿姨有醋吗 有 帮我拿点醋 谢谢 再来一点 谢谢 搅拌一下 再来试一下 肠粉 这个肠粉 这个肠粉就真的是像肠子一样的粉 仅此而已 它可以很好吃的 比较清淡 嗯 银仔粥的油条无力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就一如既往的好吃 姜醋 其实就是厨家姜 他们家唯一可以单点的肉来 其他还都是脂肪 嗯 嗯 好吃 这个是给了一个鸡蛋 真的是 我上次来吃猪小姜好像没吃鸡蛋 忙进它来 这个鸡蛋把这餐的蛋白质拉着 好 给我们进食消费62元 然后这个鱼皮呢 就鱼皮本身是挺好吃的 口感什么的都特别好 但是它拌的这个味道真的一般 非常一般 就你不用交给正宗的凉菜师傅去拌 你就交给我 都比它拌的好吃 酱小姜 OK 干粉也好吃 然后这餐的第一名还是挺在这 没办法 好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